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子足球队 关注一下两支目前正在参加亚冠的中超球队 分别是山东泰山和广州FC队 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有两支中超球队放弃了亚冠的比赛 一个是上赛季的双亚王上海海港俱乐部 他们目前因为上海疫情的严重性根本就出不了上海 所以说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办法赶往这个比赛场地 去参加今年的亚冠比赛 而长春亚太则是迫于疫情与资金的情况 最终没有去参加亚冠的附加赛 这样的话也是丧失了去争取一个正赛资格的机会 这样的话呢,本赛季跟上赛季一样 整个中超就只有两支球队去参加亚冠的正赛 分别是广州FC和山东泰山 但是即便是这两支球队所派出的阵容也都是预备队 这些运动员截止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线队的比赛经历 像山东泰山这边原本还有个大家比较期待的方浩 被放进了报名名单 但是在最后时刻,方浩也是被豪伟拿出了名单 有可能要去全新备战本赛季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 那么前往泰国的人员当中 基本上全都是一帮年轻的生瓜蛋子 广州FC队同样也是如此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一线队的球员 那么在昨天的两场比赛当中 他们的对手分别是大丘FC和马来西亚的冠决佛柔DT队 最终的话双方都是输球了 山东泰山0比7输给了大丘FC 这支球队上个赛季曾经5比0战胜过北京国安队 但是很显然山东泰山的表现要比起之前的北京国安更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大丘FC与上赛季的那支大丘FC已经不是同一支球队的 上个赛季他们还能够打到联赛第3 但是这个赛季打到现在为止 韩国联赛开赛7轮 大丘FC仅仅取得两场胜利 目前排名第10 有可能要为本赛季的保际而战 而且在这个比赛阵容当中 我们也没有看到球队的第一射手安在先 即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山东泰山还是0比7输球 再次创造了亚冠惨案 这也是山东泰山参加亚冠以来 输掉的最大比分的一场比赛 尤其是门将曹正的那次低级失误 更是在今天刷爆了全网 如果说比赛经验不足的话 这个心理紧张还可以去解释 但是的话出现如此低级的失误 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到不可原谅的事情了 那么随后在晚上22点进行的第二场比赛 佛州DT面对广州FC 也是打出了一个5比0的高比分 无独有偶 真是祸不担心服务双至 那么整个的广州队这边门将 也是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低级失误 那么最终的话 广州FC也是0比5惨败给对手 那么首轮比赛 中国男子足球队的两支球队 就已经被对手灌进12个球了 要知道上个赛季的话 中超两支球队 北京国安和广州FC 六轮比赛被对手灌进了36个球 那这次的话第一轮就被对手灌进了12个球 我们有可能会打破上个赛季所创造的吃辱纪录 进一步的被对手给羞辱 不知道这种打击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员来说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我们的很多战术根本是无法得到一个演练的 所谓的练兵 所谓的比赛经验 还不如他们对于这些年轻学员信心上的打击呢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到现在看来真的是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 如果说这个赛 不用说如果了 这个赛季肯定会跟上个赛季一样 表现非常糟糕 甚至还不如上个赛季 下个赛季 如果中超继续以这样的一个态势 面对亚冠的话 在2024年 中超将会失去任何一个直接进行的名额 未来我们的球队想要去冲进亚冠正赛 需要从附加赛打起 哪怕是中超的冠军球队 而且名额也将继续减少 这个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将会造势又一次 去跟亚洲顶级俱乐部对抗的这种机会 谢谢 谢谢做的